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个首六 也是八日庆旗 也就是说十一月一号到八号 专区打射的日子 我们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我们分析路加被我们所挤在的 耶稣向闷徒们所讲的一个比喻 虽然耶稣在开始的时候 是以有一个父王 他有一个官家作为开篇 但是当我们自己听了一个故事的时候呢 好像故事里边的问候 以及行动呢 都变成了耶稣本人 就是耶稣自己 因为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耶稣并没有责怪这个官家 他使诈 甚至他欺骗 至于说他前面做了什么呢 没有怪罪他 这是用一个疑问的依据 说我听说 我听说你在财物方面浪费了主人的财物 那么很鲜然的 这让我们自己想到了 天主给予反罪的人 融流的淤地 就如同天主的询问亚当的时候 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呢 难道天主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 天主是知道的 他说我在乐园当中 乌化锅属下 那么很鲜然的天主就问他 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锅子 其实这些呢 都是给了对方一个辩驳的机会 然而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这个官家呢 并没有辩驳诸人 也就是说没有试口否认 那很鲜然的 诸人向他所说的浪费千财 这已经形成了事实 而现在呢 他自言自语的去说 如果诸人免去我官家职务 我该怎么去做呢 出地吧没有利器 逃犯吧有爱与怜灭 互朽 所以说有了 我该怎么办呢 他把诸人的这些债户 一意地叫来 在这个比喻当中 很形象地描绘了这个诸人 以及官家的这种做法 我们在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认为耶稣这是给我们讲比喻呢 还是另有其他的用意呢 因为我们自从赖到这个世界上 天主把这个家 把儿女 把工作 把事业都托付给我们了 我们如何去实用这一切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今天的路加福音 第十六章一至十八节 到十九节的时候 就会接着一句话说 世俗之子 在实用者不一的天才 比精明之子呢 要聪明的多 那么为什么耶稣 在比喻当中说 天才是不一的呢 其实天才是中心的 按我们自己的推理来说 天才就是依靠 有了天才 便拥有了包涨 不光一时无有 即便有了大病 即便是说有了困难 都能够让我们自己 得到包涨 所以说天才是认得依靠 可是现在 来依靠的却成了不一的 所以这个不一 不是因为说 千才成了不一 而是在适用这个千才的时候 人的态度编了 人把千才看得高过了天主 所以说 崇拜千才 重用千才 为千才而服务 为千才而牢牢 所以说 千才在适用的时候 因着我们自己的心态 变成不一的 所以天才 这些中心的 变成不一的 这便告诉了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需要有物质交换 活比兑换 主要的就是 看我们自己 在赚取千才的时候 收断 是否和情合理 在适用千才的时候 时不时得到 所适用的都是自己所需要的 其他浪费的呢 他都没有过分 这就证明是一个精明的官家 即便是自己收头 又富裕呢 他把这些富裕的 赤舍给那些穷人 帮助那些磕裂的人 真的是 他并没有被千才所累 相反呢 千才 称了 仗先这个人 没得的一面 可是现在大部分的人 每一个人都爱钱 每一个人都爱钱 不爱钱的没有几个 即便是连圣服 主角 修女们 也都爱钱 所以 千才成了杀人不坚学的道理 千才成了争断冲突 矛盾的工具 莫归就利用千才 制造了这些矛盾呀 冲突呀 杀害呀 死亡呀 那么我们现在如何去实用千才呢 趁我们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利用这些优先的千才 来赚取天国的财富 所以耶稣说 在消失上忠心的 在大事上也必定忠心 耶稣所说的这个消失呢 就是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柴米优严 家庭花小 照顾二女 富养老人 甚至生活需要 这些都属于是消的事情 而大的事情呢 就是旧灵魂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在消失情上 已经知道怎么样合理的去实用这些千才 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 所以这个官家说了 我应该怎么怎么做 在诸人 博取我 多官家职务的时候呢 好能够 由人收留我 并不等于是说 一百同友 写作无事 剩下的无事同友 归这个 官家了 不是的 这个官家呢 就是要利用 这无事同友 来给诸人 美名 因为诸人并不缺少这些 物质的东西 假如要是说 你想撇去了这些宅物 那些债主 会跨将税呢 自然而然的都会跨将 诸人的慷慨 诸人的大法 诸人的爱 所以 官家利用的这种方式 方法呢 是要让诸人 被众人所称颂 那么一看管理的好了 那诸人呢 或许会 或许会灰心转意 但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挤在的 很清楚 所以 这个 官家说了 等到诸人 撤去我 官家 职务的时候 因为曾经 有恩惠于他们 他们自然而然的都会 帮助 照顾 这个官家 所以我们每个教友 我们今天一个想一想 如何能够让现有的这些财产 财富 不光为我们今生服务 还能够为我们自己的来世服务呢 那就是 证用这些财财 证的时候 花的时候 不要认为天是我的 我任意的去花 我有这样的权利 那么你自己现在 已经 上了天财的 大 财财是为人用的 人不应该成为 财财的奴隶 我们为了赚得 财财 忽视了猪的日子 星期日不休息 忽视了道义 忽略了亲情 都是因为看到 钱财真的能够 我们卖了很多 有用的 所以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就是那个官家 天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活多久呢 在我们自己活着的时候 就应该搭下我们自己 将来进入永福的基础 当我们现在 利用这些钱财 试涉给帮助那些 穷苦可怜的人了 那么这些人呢 就会在主人面前 在天主面前呢 也能够让我们得到我们自己的好伤报 曾经有一个商人 他感觉到说 我现在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就是喜乐 真的 喜乐不是用天才所能够买来的 他说 我自己把我自己 每年所赚起的利润 三分之一 试涉给穷人 帮助那些 上不期欠的 或者是说 灌刮孤独的老人 另外的三分之一呢 我要奉献给教会 让教会去做一些慈善事业 还有三分之一 我用这三分之一 我自己去花香 所以说 我自己花得舒畅 家庭顺利 健康快乐 给我最大的福分就是喜乐 我再也不忧虑其他的 所以我们每个教友呢 我们自己 蒸下这些切以后呢 切都穿在泪条上 真的舍不得花 所以 你想一想 这些钱财将来要定我们的罪呢 还是这些钱财 将来要帮助我们升天堂 就看看我们今天 怎么样去试用它 钱财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分量 是轻的 还是重的 如果我们自己 爱钱财超过了爱天主 那就是说 崇拜了金钱 称为拜金主义者 在今天的斐利波书信上 鲍鲁向斐利波的人述说了 在他们中间 不光是由 犹太主义者的包教思想 为了维护圣洁的法律 为了葛顺利 在他们中间 还有一部分人 这些人呢 王子尊的 他们自己呢 以自己的度福为天主 所以这样的人 他们自己的生活 是荒阴五度 甚至我们知道 他们模仿着当时 罗马人的贵族 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 吃包了以后呢 还有其他美味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口福 得到满足 他们就用 就用一个鸡毛 在自己的后颅 一步了 马上就给突出去了 而后翻回来 再去吃 再去喝 所以这样的人呢 至于吃喝 至于自己的奢化生活 而感觉到幸福 那么作为我们每个教友 我们现在想一想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人们都特别的将就 卫生呀 特别的将就健康呀 我们做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点 也不要过分的去浪费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自己坏着信德 坏着爱德 去适用这些钱财 去帮助周围的这些人的时候 那么很鲜然的 我们就是在正用 就是聪明的人 所以希望每个教友 听到今天 耶稣为我们所讲的 关于官家的碧喻 让我们仔细想一想 假如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个暂时的官家 关着临时的一个家 照顾着临时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订阅它是一个傻子 是一个呢 那么多多願い